荔枝村巷危害县内农作情况十分严重 有的果园种了三四十年 因此被迫肺原 有的甚至已经侵害到校园 影响农民生机 也影响学生安全 县议员张维华表示 彰化县编了预算八百万 他希望农业处要多编预算帮助农民 在荔枝村巷这一部分 已经不是农业问题了 已经是教育问题了 为什么 已经跑到学校里面了 张维华现在有编略八百万 你的预算是比他少多少倍 一百二十万跟八百万 你没得比吧 谢科长 我希望你 做三件事情 你要争取至少一千万的补助在这上面 第二 你要做一个荔枝村巷的讲席 第三 你要做的下乡去看 县议员曾正言表示 他每次参加里面大会 都会遇到民众沉情解决立志春巷的问题 他则建议补助农药 给农民进行喷洒防治 解决宠害 今年 林建和药州立志都会认为立志春巷很严重 到目前为止 我去参加他们的林民台湖 都在这个阶段也很热闻 我的过程的看法是 提供荣耀 提供荣耀 要让他们来传统立志春巷 如果有要学的人 我们是跟伯助一伯 还是参加帮展 帮助治疗 县议员赖燕雪 则希望县府农业处 要多多重视立志春巷的问题 提出解决办法 而有些项目 没有纳入农业灾害损害补助 他希望相关单位 能给予协助改善 针对立志春巷危害农作问题 有的果园因此颗粒无收 被迫废员 有的已侵入校园 县议员赖燕雪 曾正眼及张维华等多位议员 纷纷提出多项建言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尽速严拟对策帮助农民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